有感于地方救护需求 爱尔利国际医疗集团捐赠一辆救护车给县政府消防局 爱尔利36号捐赠仪式 由爱尔利集团董事长长如山等人代表出席捐赠 以及内政部消防署补助救灾设备器材等等的仪式 由县长陈光复亲自主持致政感谢状以表示感谢 县长陈光复也表示 感谢爱尔利医疗集团常董事长刘总经理 刘执行长以及内政部消防署冯副署长等来宾 一起来关心离岛救灾救护的工作 我们特别感谢苏对于我们消防局的照顾 设定播放的传练进行 来进入事业的利用还是有限 所以我们当下民间无限的力量 可玩积极 医美龙头爱尔利医疗集团董事长长如山 秉持着让世界因为爱而美丽的信念与初衷 目前该集团已经捐赠了超过53辆的救护车 今天来这边除了这个决资以外 跟他一够很近的去做一些交易 目的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能够把爱尔利医疗的整个信念 是群社会用事社会这部分 能够去做抛断 能够去影响各国其他人 另外消防署今年补助的经费 继新台币99万2000元 采购新设备器材 有潜水重装组五套 及救生器带十足等水域救援装备 将配发本县灾害防救团体 本县的救难协会使用 未来对于本县海上的救难收拟 将有莫大的助力 记者陈荣誉报道